这里现在是已经呈现一个封街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背后有警方的路障 封街上是可以通车的 但是在我背后的这条街已经完全封闭了 每一个路口都有警察把守 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一辆警车 就是在时时的喊话路人 让他们保持60以上的社交距离 我背后的这条街就没有封路 而在我所在的73街一直到80街的位置 是一直都封路的 而路上还有一些民众在散步 还有一些人在锻炼 我刚才看见有一个警员 好像是碰到了自己的熟人 下车以后跟自己的熟人攀谈的时候 也是保持了六英尺的社交距离 我们刚才看到 自行车送餐的外卖廊是可以进入封街的区域的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区域当中的住家的住户 如果想要把车开进他们的地下停车场 也是可以驾车驶入这个区域的 曼拉顿的封路路段是公园大道34街到28街 每个路口都设置了路障 并且至少由一名警员把守 路口也有警车循环播放广播 要求民众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离 你看这几个人就很好地遵守了这项规定 行人可以在马路上从事散步 慢跑 遛狗 骑单车 骑电动脚踏车等各项运动 只有骑单车的外卖廊是允许进入封街区域送餐的 骑电单车送餐的外卖廊就只能绕到了 公园大道的纵向路段虽然封闭了 但是横向交通依然保持运行 我现在是在纽约市布朗市的Grand Concourse 和East Burnside这个路口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背后已经架起了这个路障 然后路口是由警员在把守 然后这个路障是封了整条 这个Grand Concourse的主路 而且在这个街边还有警车 这辆警车是一直在循环的播放 让大家保持六英尺社交距离的广播 Grand Concourse这条路呢是主要是分成主路和辅路两个部分 这个主路呢是已经完全的封闭了 而这个辅路呢仍然是可以通车 除了这个私家车辆外呢 公共巴士也是在辅路上运行 最后呢我们来到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的封路路段呢是布什维克大道 从法拉圣大道到约翰逊大道之间 纽约市警呢也在路口设置了路障 并且呢沿街安排警察巡逻 但是与其他三个区不同的是呢 该路段并没有很多民众出来散步 相对来说呢是冷清了很多 警察们无聊到也只能互相攀谈 但是他们也保持了六英尺的社交距离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几个路段呢 是从今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七号开始 正式封路的 每天封路的时间呢是从早上十点 一直到晚上七点 CLOSEE 重新面非用封路 communities 你们在站立